五年的时候,我记得我做出的决定,我自己跟自己讲,我可能改变了自己一生,一辈子所从事的试验。 而今天,我想把大家请过来,跟大家共同探讨,以后至少五年,十年我们要做的事情。 那么阿里巴巴我们将做成怎么样? 我想,从黄业的时候我就提过,黄业所要瞄准的对象,不是国内展的,而是国际展的。 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,不在于中国,而在于美国的硅谷。 如果说第一,我们把阿里巴巴定位,就把它作为国际展点,我们该把它定位是国内展点。 第二个呢,我想就是,我们要学会硅谷人的一种拼近。 如果说我们是早上八点钟下班,五点钟,八点钟上班,五点钟下班,这个不是搞高科技,这个绝对不是我们阿里巴巴能成功。 如果说我们有这种精神,反正我上班了,八点钟上班,五点钟下班了,OK,赶紧去其他地方。 人家美国人强就强调的硬件,强就强调的系统计划,这方面确实比你知道,但是玩信息玩软的,中国的脑袋绝不必要长。 我们在中国所有的脑袋绝不必要长。 这就是我们敢跟美国人斗的一些东西,我们绝对敢斗。 如果我们是好的team,好的团队,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想做什么,我们想干些什么的时候,我相信我们是可以以一档,以一档水,我们能够赢政府机构,我们能够赢其他很多的民营企业,大人工企业的时候,平时我们的精神,我们的意识,我们的创新概念,以及我们这种拼近才能去斗,否则的话,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? 谁都知道,Internet是个泡沫,我刚才讲的危机感觉,Internet是个泡沫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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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什么时候破,然后把股票掉了,EV股票会涨。 那么有一天EV股票涨了以后,可能阿里巴巴社区的股票涨,所以不要担心,我觉得Internet这个梦不会破,这个泡沫不会破,我们为后面的三五年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残重的。 只有这样的残重的代价,才会赢得我们未来的区别的成功。 那么,Mugas2002年,阿里巴巴社区。